喝酒的土包子 酒喝醉的土包子 然後說什麼酒館直播 滿嘴胡說八道 喝酒不直播 直播不喝酒 然後喝酒不是 酒後直播不是好點子 是要把焦點轉移到 韓國瑜在談話的情境 說他是發酒瘋就對了 所以在胡說八道 這樣子對於轉移焦點 會有效果嗎 沒有 他們重點不再談論交通建設 他們的重點就是 那個交通建設他們知道 最好錢要拔掉 沒有 等待會來接這個議題 他沒辦法對高雄人交代 但是這個事件 這個地方 全部就是在對韓國瑜做 平衡的毀滅 他們這個已經在算明年的局 就是離空離空的局 這就是要毀滅韓國瑜 今年下半年 不是明年 馬上就要發生 美女刀票嘛 美女刀票 這個磅豆子補 他們是三部的價位 我現在說給你們聽 你剛才今天賀文 你們有看這集 他這個下去你看看 酒 我今天要喝酒 那就是 開閉槍 所以這裡裡面剛好 平衡韓國瑜裡面 剛才記得說完最水分 最水分 要喝酒 喝酒要喝酒 很沒意思 韓國瑜是在打高雄的觀光 那是在高雄有很多合法的酒吧 調酒的 那是調酒的 這些人來 他買到消費 因為每一個國家的文化不一樣 人家的消費者 日本的消費者 他們就是要去孫子 喝一杯 所以韓國瑜是在高雄這裡 他在推電給他 這是尖堆國外的觀光客 高雄有這個肉 你們可以來這裡喝一杯 要有幾種的調皮 的酒 這個沙發要怎麼調 所以他在那裡切酒的方法 然後切出來那杯 他就這樣沾一下而已 沾一下之後 開始來講這件事 你們現在開始你看看 講酒 講藍廳書 好有學問 這個學問就有飽了 喝酒不開車 開車喝一點酒 跟這個說出來 喝酒不直播 直播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在講別人 他們政府在選擇就是這樣 喝酒不開車 開車喝一點酒 我在電台的時候 我聽不懂 來 這個說就說得比較險 說人家喝酒是淘寶 不要這樣啦 你如果要說這個飯聽話 你不一定說 你看看 青燈那裡 我是跟你說兩句 說這樣跟你占拼 這樣中間認你 這樣離意行 結果你看看 你說我都在跟你賣 你那樣負責 你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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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在賣 這就是怎樣 他們現在在Q發韓國瑜 他們不是說這個事件就要把韓國瑜打好事 我先給你帶著這個愛喝酒 這個酒櫃 你看看 酒就火鍵亂摔 酒就這樣天堂 酒就極空 酒就微亂講 沒有的事情 八百步 要把我們索尊雄尼吼吼 好 你給我看看 這樣就是我六個故事 我說的 他們現在是叫韓國瑜 要打柯批 因為柯批 坦白說 如果離空離空這局 如果沒有韓國瑜 柯批是出這隻兩種家庭 我說這樣對國民黨比較不好意思 如果沒有韓國瑜 柯批出這隻 柯批出這隻大帝 國民黨什麼人出來選 都很疼 如果這樣 沒有韓國瑜 柯批出這隻 我現在可以全補他出局 三星出局 不必了 你也忘記了 為什麼羅文家 會回到做秘書中 羅文家是歌手 各位你也忘記了 這個歌手回來就是要學這 兩千年三家庭 兩千年的三家庭 變得嚴重救生 出這家就是要嚴重救生 怕嚴棄 叫韓國瑜來取柯批 所以柯批的聲音 降到30%以下 降到30% 韓國瑜出來 不管有出來不出來 有出來 但是沒有出來 用你來上柯批 這樣下來國民黨跟民進黨 兩千年是一定要賠 因為賠了就賠這10%打底 這樣就變成三家庭 一人國用30% 最後行政主委全民落了 在10%裡面他要超5% 欠勝 這是在嚴重救生自救 所以他現在是在找韓國瑜 你再看看 打韓國瑜可以上柯批嗎 當然來 他這裡是打 另外一張 像我們世間兄 像我們修華少爵 你給我看看 韓市長風度多好 跟你柯批都一樣 你不覺得新凋零 你被打韓國瑜又有人捧韓國瑜 新凋零就開始在捧韓國瑜 如果韓國瑜 靠著我不是我 你不肯 沒有 我說話少爵 我有說少爵少爵 因為你說到我贏 我贏 沒有 你的部分是 你如果有柯批 你如果柯批韓國的比柯批 柯批更好 更漂亮 這點你怎麼有柯批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柯批 可是世間是真心的 當然 他是我了解他 所以這部分就是有人柯批 柯批就是怎樣 你當作人是在背柯批 柯批韓國瑜是在最國民黨 你也不會忘記 你不能去跟郭王 對他們去背 問去跟騙他 他們的關係好複雜 柯批韓國瑜是在最國民黨 最柯批 在伺柯批 最柯批韓國瑜的人 就是在有方便 他最後真的會出事 如果所有所有的東西 到台上的時候都可以拿出來用 所以最後兩局 形成三局定立 三角度好出來之後 最後用行政主管專民 不然他就所有的管市長 現在是國民黨執政 換來 我就給你掛口 有算 所以透過這樣 最後用他的力量 陷重求成 這就是兩千年 那局要學著 所以大家要很清楚 這局已經掛槍已經很明 所以你看這頂人 出來煉煉煉的 再來一邊出來 鋪上鋪熱 這齣魚 享受的伴這幾個月 伴到柯批 大概落來到差不多在30上下 夠了 這樣夠了 之後再換一齣新魚 你點點看 看到最後就有一條山了 秀琳 是不是你同不同意 我簡短一下 打韓貴商柯批你同不同意 沒有 我感覺 那個謝龍介議員 現在就選情太穩了 他已經開始在卸票了 在卸票 我覺得他就用這種 他是幫你碰到 你看 這個王世間一年夠厲害 你一直在 要生孩子又不用走 又像武俠片 又像科幻這樣子的 置入一些情節 他剛剛這一些講話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 有稍微污蔑到 我跟許舒華對韓國瑜的 欣賞跟同敬 我就說他真心的 因為我跟許舒華 昨天在比喻 柯文哲跟韓國瑜的時候 我們確實有一些 真情的言語圖露出來 如果龍介兄 還用這樣把他解釋 說我們這個背後是什麼陰謀 我覺得四個字 不 龍介兄你這樣子 這叫 你要分開 你會反 你會說 對 因為科幻法的部門我常常有說 我覺得這個叫做 可疲是要倒閉 我覺得這個叫做撕裂人性 撕裂人性 就是說我們雖然政黨的屬性不同 大家各自的政治主張 像我跟韓國瑜 截然的對立政治主張 但是就是你對立的政治主張 政敵也可以互相尊重 像我就覺得說他的氣度 是比柯文哲好多了 這也就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不要在這一件事情上面 小題大做 為什麼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那你國瑜一怒而安高雄 應該用在更重大的 高潔建政不重大嗎 不是 不是 這個案子是已經動土的案子 已經確定的案子有什麼好爭論 這個預算大的 然後第二點 說不明天就有審查會了 說這個審查會 那審查在審查後半部有一些 還沒有講完的一些 爭執的一些細節 那個不影響大的部分 然後大家再講說 這個沒有核定 影響預算 這個也是道聽途說 為什麼 捷運的預算是分期分階段 照騎乘施工到哪裡 撥款到哪邊 因為有地方的自己自籌款 跟中央的補助款的分別 這個補助款是 你施工到哪一個階段 付到哪一個階段 所以這個根本完全不影響到 這個鋼山路竹延伸段 這個段已經動土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還講是二階段 王遠你應該誤會 而且 一階段是動土 那是二階段 我這八個字 我這八個字送給韓國瑜 我也希望說龍介兄 不要再誤解 也不要再撕裂人性 就是說 善用名氣 這五個人是說不明顯 我認為我希望說 我希望韓國瑜善用名氣 第二點 愛惜羽毛 就是說你要生氣 你要動怒 你要想到這個文王一怒 那個是要用在什麼時候 不要說遇到小事情 也打王牌 一個芝麻蒜皮大的 你也打王牌 王牌總共才幾支 這兩百多億的預算 應該是很大 這幾百億的預算 已經確定的事情了 沒有確定 沒有什麼 現在是細部計畫 裡面的小問題的審查會 拿這個 我覺得這個未免太小題大做 而且中央完全沒有那個意思 我剛剛解釋很清楚 第一點 因為韓國瑜交接高雄市長 那是在12月底的事情 第二點 1月份中央也有交接 隔魁的交接 跟交通部長的交接 所以因為這樣這個公文 那你再扣掉年假 這個公文沒有延宕的那麼久 更何況審查會的召開 要通知各個審查委員 他們的時間 沒那麼難 他早就排好了 對 不是 沒那麼難 可是你要 你看 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 未來中備軍議員 來到議會就知道 我們光一個都更的審查案 那個審查會 通知 那有時候一開一列一個會期 兩個月以後的事情 所以這個事情 不要把它過度放大 黃議員 可是我們看到 府院黨的這個回應 難道他們沒有小題大做嗎 不是 那人總是會有情緒的 對不對 他們能夠有情緒 別人不能有情緒 不是 韓國瑜有了 所以我才認為不必要這樣 韓國瑜先情緒上癌 他連收三道公文 他不能有情緒 公文是中央先發的 廢委員也幫韓國瑜助陣 所以王定宇幫我們中央助陣 這扯平 不是你們重量級的高來高這樣 所以我們執政黨的 這個長官沒有王毅元成的助氣 他還在講 他還在講這個台會同志 其他人都不講 你看其他人只講一些氣話 都在講喝酒 沒有王毅元成的助氣 我都想要知道這家酒館在哪裡 上有去過 在遠程區 這家酒館幫忙介紹一下好不好 對 其實那一天的直播 韓國瑜只是要介紹 高雄市20家的酒館 因為其實高雄市以前 大家還記得是美軍基地 所以他有酒館文化 這是為什麼韓國瑜 要直播的原因 所以我覺得 只是因為在直播酒館 然後提出他最近知道的 這個非常有點生氣的 這個預算審查會被卡住 我覺得好像會引來 很多殺雞一樣的 他們找到了一個好機會 你在酒館直播 全部是在轉移焦點 我現在在講 像延程區 剛才我們黃毅元也講到 那邊有傳統的文化 就像我的區在信義區 我們信義區 在沿著宗教東路 到我們華納威秀那塊區 有很多類似的啤酒屋小酒館 我為什麼知道 我兒子到夏天 我跟他們很喜歡去 就常常會邀我去 所以偶爾也會到 華納威秀對面 外面的 有室內的又戶外的去喝一杯 那有他的特殊的文化 這個文化也會帶動 很多的觀光產業 是不是這樣子 那個地方 不是在酗酒乾杯的地方 跟那個什麼 有的什麼熱潮 大家都在拼拼喝酒 有點不太一樣 那是另外一種文化 各式各樣的文化 我們要都包容 當然 國語兄我相信他是在推廣 從觀光的產業上來看 來推動這個東西 當然直播就會談到市政的問題 我覺得市政問題 你看尤其是 這邊有五位發言人 其實我對王立宇委員 我沒什麼意見 民意代表 他代表就可以這樣講 但是尤其對兩個人 剛才那個王立宇委員也有提到 這兩個總統府的發言人 大家去聯想到一件事 當陳明通跟韓國瑜對話的時候 他講了一下 蔡英文也跳起來 也跳進來參戰了 就打韓國瑜 因為他 蔡英文為什麼要跳進來參戰 因為他看到韓國瑜的網路流量那麼高 他也急了 所以蔡英文就跳下來去打這件事 他的網路流量也高 當然蔡英文在過年的時候 他的網路流量很高 他主要是大家在談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那個在抽籤 國瑜現在60支支抽不出來 300多年沒有發生過一次 就是南根深戴天府 讓蔡英文的網路流量往上撩 那個流量是好還是不好 當然是不好 這時候你這碰到一個 明明是在借用 在那個小酒館來講市政 帶動觀光的這個題目 他轉移焦點了 這兩個總統府發言人 你有必要這樣子搞嗎 bond 다리 陣橫 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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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